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工地是乐山大佛附属造像库刊前期保护研究项目的工地 我们通过病害调查以及实验研发和材料的一些对比 探索出更好的一个保护技术 乐山大佛的保护几乎是在建成的同时就已经开始 千年前的唐人建造了一座宏伟的阁楼为大佛遮风避雨 今天历经洪水地震风化与石等侵害的大佛 除了要面对这些老问题 还面临着大规模的游客数量酸雨等新的挑战 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好世界遗产 需要人类共同的努力 作为自然和文化双遗产 峨眉山乐山大佛的保护势必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其中不仅涉及到地质水文 气候环境 动植物种群的研究 也牵扯到对传统建筑和在地文化的守护 乐山大佛所在的凌云山 山体为红沙岩 这种岩石结构疏松 并于开凿的同时也容易风化 粉末状风化是乐山大佛最常见的一种风化形式 此外山间的渗水通过这种溶石作用 也会加速它的风化 还有它本体会滋生一些微生物 微生物在腐败后吸出的有机酸 也会加速它的风化 此次维修动用了众多科技设备 对酒去占到区域的掩体和石窟 进行基础数据采集 以便找准病因对症下药 在治理乐山大佛风化的时候 我们要优先考虑到病害机理的一些研究 来探索出一种更加匹配于乐山大佛的新型材料 实质文物保护的关键技术在于材料 古人摸索出用石灰、碳灰、麻纤维等混合而成的锤灰来修补大佛 1914年以来 乐山大佛先后经历了七次较大规模的表面修缮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科研人员不断对修缮材料进行改良 每次修缮都会按照部位选取专家确定的试验块 调配特定材料 人们正尝试以先进的技术和系统的保护理念 让大佛以更好的状态长存人间 我们在保护的时候 实际上也非常注重这种自然和文化的共同保护 我们不是说自然就保护自然 文化就保护文化 我们在文化遗产修复的时候 也非常考虑非常主动它的自然环境 当然这种自然环境还包括山体本身 很多人都认为乐山大佛 这个山就是像一个说服的形象 所以这个山上面植被的保护 我们景观实现的控制都非常重要 你不能在某个地方突然高起来一个建筑 那整个自然的地形破坏了 文化的含义就受到影响了 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份人类共同的遗产 保护不仅是一份世代相传的责任 更需要世界的广泛参与 多年来瑞士生物学家约阿西姆·格拉茨菲尔德代表的 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 在全世界参与了500多种树木的保护 把与阿西姆和中国同行联系在一起的 是一种极度宾威的物种 1986年中国木兰科专家要习一本中国木兰科的专注 当时就委托我们山野生猪保护协会的成员单位 在我们山帮他寻找这个东西 最后几天都要放弃的时候 突然看见路上有个花板 大家抬头往树上砍 看到一棵树上砍了花 就是我们要找的鹅梅拟丹性木兰 此次发现的鹅梅拟丹性木兰数量已不足百树 1999年鹅梅拟丹性木兰作为中国一级野生重点保护植物 被国务院正式批准列入中国重点野生保护植物名录 李测红和同事们花了近20年时间 成功实现了鹅梅拟丹性木兰的人工繁育 2016年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与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鹅梅山生物站合作 将人工繁育的鹅梅拟丹性木兰数秒投放野外 鹅梅拟丹性木兰在野外的种群 它实际上以前本身的种群大概只有两个点 我们现在把它增加到八个点 我们本来要进行检查就看到正式如何 当我们发现我们长得最好的就是三年世界 它苗子从不到一米现在接近四米高 人类共同的努力换来了鹅梅拟丹性木兰野外种群的成功恢复 如今一千余株鹅梅拟丹性木兰 为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保留了更多见证 然而要在遗产地恢复植被分布的原始景观 则是更长期的挑战 职完夜班的王惠斌第一时间去查看室外的气象设备 这是他在金顶工作的第二十五个年头 让我们想整个山面的走向是南北走向 然后东高西低 东边是垂直落差达近两千米的悬崖嘛 这种地形的话就是山脚下的话 山地上的温度相差的话就近十四度 直接导致它的植被啊 意义是垂直变化的 垂直分布的植被 让峨眉山拥有了三千七百多种植物 这既是大自然的馈赠 也是遗产地保护的重要内容 遗产监测 是进行科学有效管理的基础性工作 峨眉山气象站 每天二十四小时自动观测 提供实时温度 降水 空气质量 污染物 等环境监测数据 峨眉山所在的这个大区域 叫做华西域平台 它是中国来自世界生物多样性的 一个热点区域 这个气候变化 它会影响这里的动植物 它的种类 还有群落的一些组成 十多年的观测来看 在峨眉山经济 大气污染是在降低的 空气是在改善的 科研人员通过不间断的 气候环境监测 解释出不同海拔高度的植物 与其特定气候环境之间的相关规律 为峨眉山的原始植物恢复 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 我们五年以前的数据和我们今年的数据 再跟十年的数据去比 如果是自然的过程 我们不会去过多干扰它 自然明显的人为已经把它破坏掉 我们会去修复它 把这种原生态的本地的主要的 不同海拔优势的桥木树种把它组合起来 看看能够到峨眉山本来的面目 为了找到最适合饰演地的桥木组合 九年来 郝国倩每年都到峨眉山做植物资源调研 他在峨眉山采集了59种桥木种子 送到附近的育种基地 希望能从中挑选出适合遗栽的小树苗 从种子的采集到萌发 到长成小苗 到长成的大树 每一个过程我们都在观测 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 然而四千多粒种子的萌发率只有10% 这些幼小的树苗是绿色生命的萌芽 也是遗产保护工作的希望所在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未来在十年二十年以后形成一片森林 如果再来到我这块地的时候 它看到的是一片原始森林 遗产地的保护 不仅基于对自然环境的科学研究 也离不开对在地文化的精心守护 建筑林 清博 他们在决筑林 隐线感染 这是本土的人 从小就喜欢大夫 因为大夫就是我们家乡的 你够要保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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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我们就是学生爱抚道夫 保抚道夫 天天就是有空的时候就去拍摄楼沙大夫 慢慢就热爱上了 喜欢上了拍照 然后成为一名的整一丝墨 记录了很多大夫的那些珍贵的照片 通过这种镜头来扎实楼沙大夫 2019年 乐山大佛景区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了1216名乐山大佛守护人 严李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最近大家看到我们的九曲战斗在维修 那么游客就下不到 最低端 我觉得想我们一个什么方式呈现给游客看我们的九曲战斗是怎样抖 中国这儿有个体验 我们以往包括美丽都会有很多保护的一些圈儿 一些照片 我们可以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让客人看一下一切就像是怎样的 鞋子的维修是怎样的 它会做一个对比 原来的和鞋子都有 我跟来各种的都可以扎下去 守护者们计划通过网络 推出以大佛为主题的摄影作品 眼里精心挑选出满意的作品 供宣传使用 对它来说 让更多人知道大佛 喜爱大佛 就是最好的守护 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俄美山乐山大佛 其保护工作千摄万千 它离不开每个市民的热切关心 更离不开各专业领域的合力保护 这个木头表面上已经空了 就是白蚁活动的痕迹 木材已经被吃掉了 额美山中低山区潮湿的环境 使得木结构建筑容易滋生白蚁 导致遭袖 寺院每月都要清理白蚁 尽量延长建筑的寿命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整体大修也势在必行 2021年12月 额美山最新一期的古建筑维护开始了 来自北京的专业团队 将对洪春平的寺院来一次全面提醒 一定是把这块都要按原始的这种结构给恢复回去 这个建筑群落 整个几乎都是两层高的 大雄宝垫是三层高的 挑高几乎是每层都在三米多 三层高的可能就将近四米多 这是到室内的屋面的调顶 到挤可能会再增上几米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修缮之后的近十年 必须达到不能影响相关的结构安全 建筑的延续性和文化历史信息的延续 做得更好 小心头 我得站在这边 皇清乾隆古十三年 典型的南方的建筑的一个特征 船子和柄条的表面有语字 还有开裂的现象 缝身约有三分分 缝宽约有1.5厘米 便有充卵 有充卵 俄眉山的古建筑群不仅是其遗产价值的重要载体 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经过七个月的勘察论证 洪春平的修缮方案才最终确定并获得了国家审批 古建筑的修缮讲究的是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最小干预的原则 因为普贤殿它整体的木构建 过去使用的是铁山木 然后这个地方后来是换为了南木 像这次南木也遭修了 我们在这次修缮的时候 就要把南木也给它换回铁山木 最后达到一个就是修旧如旧的一个目的 人是浮尘千留不住 悠悠千载不过虚余 在峨眉山一千多年来 僧人们既守着初衷 于陈中木谷中实践修行 又面向大众以传统文化服务社会 这个茶是不能峨眉山奔丢的 在峨眉山是海拔最高的茶 久老冻尊水先锋四上茶 茶性即心性 只要心柔和 茶也柔和 当禅与茶相遇 陈世于佛法 便于劳作中圆容一味 寺院自古以来 僧人要劳作 这是一种修行 劳作之余泡一泡茶 采茶的时候想着如何采茶 喝茶的时候享受这一杯茶 这就是禅 离相为禅 心静为病 在僧人们眼中禅疾并不神秘 翠足光发皆是禅 像我们的永寿大和尚也说过 在生活中修行 在修行中生活 就是我们的日常的行住坐卧皆是修行 出家人也是福为社会 像我们把寺院的环境做好以后 给信众游客一个好的环境过来 把外面的烦恼全部抛去 进入寺院开开心心的去享受那一份年纪 千百年的修习传扬 成就了峨眉山的钟灵玉秀 这里不仅是佛教文化的威威道场 也是俄眉武术的发任之地 我们的俄眉武术 它是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形成于宋代 鼎盛于明清 发展于现代 俄眉武术是流派 它与少林武当就有不同 俄眉武术是刚柔并进 守护也是传承 每个周末 王超都会在这里教授武术 我呢是从七岁开始修武 今年呢是六十岁 武术给我带来了 守不清的快乐 未曾修武先修得 要学会我们的优秀传统 希望弟子要把多美武术 这个记忆代代相传 把他发扬广告 俄眉仙山滋养了丰厚的在地文化 也养育出勤劳质朴的俄眉人 以产地保护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双向推动 让今天俄眉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因为佛教教主来不教佛 教佛不教主来 所以说呢 一道妙前 九零年以前呢 我曾经抬过滑干 城堡世界一展成功以后 我改行了 做导游去了 做导游以后呢 我们的收入就高一点了 我们生活水平就逐渐的提高 住宿条件改善了 我们参加了我们景区的志愿者协会 为景区的保护 做出一点贡献 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七年 我们夏野牙清理垃圾 一共是四个人 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 保护环境是一份 发自内心的真实 每次下去最多只能带五十斤 因为多了你就爬不上了 现在的垃圾比网民来说 相对来说 降低了一半以上 游客的数字也在提升 我们也呼吁大家 爱护环境卫生 因为峨梅山不仅仅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人民的峨梅山 二十六年来 峨梅山核心景区 四千七百多村民自愿下山 拆除副率十二万余平方米 本地就业超八千人 我家雷奇红 我来自黄湾城维甘村7住 09年大学毕业过后 在深圳去工作了一年 那就回来了 洪梅山的自然环境越来越好 一年比一年增来更多 我家梁奇文 是洪梅山是黄湾本地人 在经营民宿之前 我也做过服装业 然后护肤品业 做过微商 来来往往的游客 也是挺好的评价 峨梅山呢 风景很好 环境很好 人也很好 我家雄世奇 今年二十六岁 然后呢 就是土生土长的峨梅人 因为峨梅山是世界遗产地 每年来游玩的人也越来越多 本地也给我们提供了 越来越多的就业的机会 所以我们也希望 我们为这一份世界遗产地 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份贡献 2019年9月25日 全新创制的石井演绎 只有峨梅山的全球公演 不仅带出又一波热门话题 也让深耕于此的遗产地保护理念 得到一场美轮美奂的艺术路演 如同树木 只有深深扎根于大地才能知凡野茂 代代相传的记忆 也只有深深浸润在人们的生活中 才能得到滋养 得到流传 每到新年 人们都会到大佛边的乌游寺祈福 这些原本承载着佛教教义的庄严仪轨 历经千百年的时光流转 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 寄托着对幸福生活的美好祝愿 代代相传 如果说八亿年的造化 峨眉山仙气十足 一千二百年的宁世 勒山大佛法相庄严 那么二十六年来持续不断的遗产地保护实践 更是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功绩 将人类的记忆留在大地 让世界的瑰宝更加光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